我的天 无限防止的馅面居然出桶装了 福州馅面 四盒31块 这东西最近在美食界可是非常的火 果然有商家蹭热度 出了桶装 两个口味 藤椒鸡汤 经典鸡汤 进行量只有80克 面饼45 场地确实是福州式的 没有问题 制作方法非常方便 热水冲泡两分钟就可以了 比泡面还快 东西也太简单了吧 两包料加一个馅面 超级的细 我记得之前买这个馅面 7块5买到了6捆 那种带装的 商家换了个桶装 8块钱就给你一捆 不得不说 很有赚钱的头脑啊 难道是因为它会防止 所以说量非常少 只占了一个桶底 OK了 特意放了很多水 就是怕它防止 搅拌一下 别说 虽然面饼只有45克 泡完分量是真的不少 很熟悉的细面条 粉丝先吃 面条非常细 这种冲泡板的和平时的还不太一样 更细了 都没有办法洗 就跟吃那种面团一样 只能靠咬 挑战一下 能不能把它吃完 不得不说 味道真的一般 我吃的是经典鸡汤味 但是它这个鸡汤味 明显是勾兑的 调味料的味道很重 没什么鸡味了 给的蔬菜还挺多 事实证明 吸水性确实很强 它这个面汤 我是完全没有合的 但是呢 大家看到猪水线 插了大棒桶 卖家估计也是有经验 配了一个45克的面饼 并且 这个桶特别大 看来达到防止的效果 最起码得两捆到三捆 一捆是防止不起来 毕竟数量有限 简单总结吧 这个产品不太推荐 首先性价比很一般 80克 要8块钱一桶 其次把味道也很一般 两颗心 这边是防止准备的效果 是防止准备的效果